珠海买房房不胜房 大家好我是南方 珠海买房应该怎么选区域 对于经济实力允许的人来说 买房除了需要金钱 还需要各种挑选 所以买房是一件让人费心费神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研究 买房的第一步区域选择 看看不同的人群在珠海买房 应该怎么选择房源 本期要点在评论区 各位点赞收藏 另外大家也可以想想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选择在珠海哪个区域买房呢 那我们先说一下恒秦 恒秦目前均价5到6万亿平 恒秦自贸区作为广东三大自贸区之一 无论是未来的傲交所建设 还是目前正在使用的恒秦口岸 开通的金钱快线 都是为了让恒秦和澳门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从而促进秦要加快融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恒秦是珠海目前非常火热的投资者 不过恒秦的房价还是比较高的 一般人负担不及 基本适合有钱的投资者或者是港澳人士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香州区 香州区目前的房价均价是3到4万亿平 是珠海发展最早的主城区 商业配套和交通完善 同时这里也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适合在这边工作生活 想要享受主城区完善配套的人 未来房价升值多少不敢保证 但是我认为主城区是房价非常保值的地段 如果不太考虑居住配套想投资的话 可以看看北维唐家湾 这里目前的均价是2万5到4万亿平 于深圳前海仅一桥之隔 蔚来伸出通道建成后 唐家与前海两地的通勤时间只有30分钟 总的来说 唐家除了是高新产业聚集地 也是未来交通树纽中心 非常适合在唐家工作的高新技术人才购买 目前唐家与对岸的深圳前海有好几倍的加差 所以唐家的未来值得期待 那么珠海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地方 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也猜到了 没错就是金湾航空行程 这里的均价2万5到3万5 都说横行的发展决定了珠海的高度 而西区的发展决定了珠海的厚度 这几年西区的发展走得很快 珠海的城市建设向西发展 而西区投资者们集中在金湾的航空行程 以及斗门湖心路附近 金湾高速发展期随着红鹤大桥通车 15分钟到达香州区 20分钟到达横秦自贸区 已成为主城区于横秦需求外溢的热门板块 同时湾区移居看珠海 珠海移居看金湾 如果非常注重居住环境 那您一定要到金湾去看一看 最后我们再说斗门和平沙 斗门目前的房价均价是1万5亿平 除了湖心路口的房价达到了2万亿平之外 斗门其他区域的房价基本上都是在1万5左右 相对来说斗门无论是从房价上还是从区域配套上来看 都是非常适合刚需补的 湘海大桥是目前斗门区非常大的利好 预计2022年开通 届时斗门弧心路20分钟车程可以抵达香州区 不过斗门很大 一定要选择配套完善交通便利的板块 平沙新城目前均价1万2 位于湾区西岸的交通心脏 海路空地体交通脉络 接轨世界前沿拥有世界级港口高栏港 世界500强人才起居打造港区的后花园 价钱非常便宜 1万出头的海景房轻轻松松就能上车 这里是珠海的价格挖地 适合看好珠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 但是又不想投入太多资金的朋友 那你可以买这里 但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回报 我是南方 下一期我们聊聊买房怎么必坑 我说我还不想投入太多资金的帅馆 好